你以为只有汽车才能弹射起步吗?大自然中有很多植物,也有弹射起步的本领,一些植物只要轻轻一碰,就能弹出几米开外,它们利用这种方式拨洒种子,历经千百年来绵延不绝,这种长得像小黄瓜的植物叫做喷瓜,是黄瓜的远防亲戚,虽然个头很小,它们却具备一项特殊的本领,喷瓜在生长的过程中,内部的空气逐渐增多,等到成熟的时候, 整个样貌就像充满起的轮胎一样,只要有物体触碰到表面,喷瓜就会立即做出反应,表面的果皮迅速裂开,并且喷洒出无数的种子,除了喷瓜还有另外一种植物,也具有此类本领,只要触碰到果实顶部,它就会迅速裂开成几半,果皮连同种子一起从枝头弹射出几米圆,它就是喜马拉雅凤仙花,正因为一碰就飞的原因,凤仙花还有一个别名叫做 即性子,民间常用它的花朵即叶子然指甲,用树叶和花朵包在指甲上,能染上鲜艳的红色,非常漂亮,很受女孩子的喜爱,这种纤细修长的植物也具有弹射的本领,它叫做贝登草,贝登草生长在高温酷暑的非洲地区,随着温度的升高,它的种子渐渐被晒裂,在大风的吹拂下,贝登草迎风飘扬, 种子凭借这个力道,迅速弹射出去,附近的枪狼看到之后,会把它的种子埋在地下,在枪狼的帮助下,被登草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。